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幸福心愿持有人 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程倩 今年30岁 来自陕西咸阳 你的手是不能动 整个身体除了右手能动以外 其余都不能动它 怎么回事 我是在17岁的时候 备战高考的那一年 也是由于压力比较大 血液也比较紧张 过度劳累诱发了我 颈部脊髓血管流破裂 压迫中枢神经 导致我全身瘫痪 当时就宣判 我需要终身依靠呼吸机来生活 当时说你要靠呼吸机生活 最好的一个状况就是 拔掉呼吸机能够自主呼吸 但是要躺在一辈子躺在床上 那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事吗 晕倒 当时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 就是我上学放学 回家做功课 然后就突然感到 全身一阵剧痛 瞬间就从脖子往下 全身就失去了知觉 不能动弹 呼吸抑制 然后突然就是中度昏迷 当我在醒来的时候 就成了就是成了当时那个样子 17岁花季啊 一时间不敢相信 就觉得人怎么那一瞬间就倒下来 接受不了 现在都不想回忆当时那个情况 然后这些年都是在病床和轮椅上度过的 当时医生就叫我妈妈放弃治疗 就说你就让她回去吧 就等于我是抬着轮椅进去 抬着担架进去 抬着担架出来 可是我妈妈不放弃我 就是我妈妈就是自己看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书 然后就给我康复治疗 我看这些年来妈妈把你照顾得不错 你看你的腿部肌肉都没怎么萎缩 一天三次按摩定时 每个小时要三到四个小时 十三年 十三年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妈妈 你好 你好 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秀花 承天的母亲 这闺女是你心里莫大的骄傲吧 上学的时候没让我费一点神 小学生初中了 那我想自己考一个学校 我说那你自己考吧 她一下子考了一个 也两千多人吧 她都考了第三名 考了我们那个学校的最前面的 所以她十七岁那年突然之间倒下 对于你来说 那跟晴天霹雳没啥趣味 我当时实在接受不了 三天三晚上没进一口食 也没喝过一口水 直到现在我都接受不了她这个现状 当初她没病的时候 所有的母亲都会想 我这姑娘 我一定要亲眼看着她参加工作 我要亲眼看着她嫁人 我要亲眼看着她生孩子 但是在当初你可能觉得这些可能都无法实现 那些一点都不敢想 光每天都盼她 姑娘啥时候能坐起来吧 姑娘啥时候能退轮椅走 姑娘每天都盼 每天都盼 天天盼 我到现在还怕 这十三年来您觉得最困难的最扛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 她从医院回来 回来以后她还在床上躺着嘞 我说这孩子躺到床上这咋整 我想着 呀放弃算了 这道时间治好了 也是个这样子 她辛苦 身体受累 都累 但是我又想过来了 有一姑娘曾经跟我说 她拉着我手说 妈 我没有你 我都不想生 不想活下去了 也就是她这个 这个鼓励了我 鼓励了我 一直让我坚持走到现在 我妈妈这个人很坚强 在我面前 从来不喊脚泪 从来没有埋怨过 就告诉我 你要跟正常的孩子一样 他们能做什么 你也能干什么 带我出门 这些年也推着这部轮椅 走了好多好多路 我都在网上搜 好像北京有一家康复医院 那是亚洲行最大的 那日出去也没有那么多积蓄 咱借吧 借朋友 朋友 亲亲的 凑了可能有一万多块钱吧 到北京以后 我和他爸三个人 住了仅仅有七个平方的房子 像他这一天要上三节课 一节课 最起码也在两百多块钱